科网程序员比试面试专题讲座 本期讲座是与动态规划有关的内容 以及相关的高频面试题 有N级台阶 每个人从最底下开始往上走 每次只能走一级台阶或者两级台阶 请问到达N级台阶的方法有多少种 如果想走上第I层台阶 只能是从I-1级台阶上一个楼梯 达到I级台阶 或者是从I-2层台阶上 迈两个阶梯直接达到第I层台阶 所以走上第I层台阶的方法数 就等于走到I-1台阶的方法数 加上走到I-2层的方法数 也就是FI等于FI-1加FI-2 并且如果台阶只有一层 方法数只有1吗 如果台阶有两层 方法数自然是2吗 所以我们现在有了表达式 也有了初始项 那么写出暴力搜索的代码 就非常的容易 那么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S-1方法 那么当然根据S-1方法 写出记忆化搜索的方法 是非常容易的 这里就不再详述了 那么通过研究状态的依赖 我们很容易发现 F-1和F-2的值 我们已经有了 分别为1和2 F-3依赖F-1和F-2 F-4依赖F-2和F-3 所以依次顺序地求出即可 那么这是一道很简单的题目 给定一个矩阵M 从左上角开始 每次只能向右或向下走 最后到达右下角的位置 路径上所有的数字累加起来 就是路径核 返回所有路径中最小的路径核 如果给定M如大家现在看到的样子 那么路径1 3 1 0 6 1 0 是所有路径中路径核最小的 所以返回这个路径核12 本题是一个经典的动态规划题目 假设矩阵M的大小为M乘N 行数为M 列数为N 先生成大小和M一样的矩阵DP DP IG的值表示从左上角 也就是00位置 走到IG位置的最小路径核 那么对M第一行的所有位置来说 只能从00位置不断向右一次到达 所以M第一行每个位置的最小路径核 就是M第一行的值不断累加得到的结果 同理M第一列的每个位置的最小路径核 就是M第一列的值不断累加的结果 那么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DP的第一行的值 和第一列的值生成之后的结果 那么除了第一行和第一列的位置 我们假设位置为IG 那么从00到IG的路径 必然经过I-1G或者位置IG-1 要么是从位置IG-1G向下到达 要么是从位置IG-1向右到达 所以DP IG只有两种选择 选择最小的一个 再加上当前位置的值 也就是M IG即可 那么我们计算DP每个位置的值 选择从左到右的计算每个行的位置 然后再从上到下计算每一行 最后最右下角的值就是整个问题的答案了 给定数组array 返回array的最长递增子序列长度 比如array215364897 最长递增子序列是13489 所以返回这个子序列的长度5 那么这道题的解法是 先生成长度为N的数组DP DPI表示 在必须以arrayI这个数结尾的情况下 array0到I中最大的递增子序列的长度 对于第一个数array0来说 那么很明显DP0等于1 也就是最大递增子序列只有array0自己 那么接下来从左到右 依次算出每个位置的数结尾的情况下 最长递增子序列的长度 那么假设计算到位置I 求以arrayI结尾的情况下的 最长递增子序列长度 也就是DPI的值 如果最长递增子序列 必须以arrayI结尾 那么在array0到I-1中 所有比arrayI小的数 都可以作为倒数第二个数 那么在这么多倒数第二个数的选择中 以哪个数结尾的最大的递增子序列更大 就选择那个数作为我们的倒数第二个数 所以状态方程就像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样 如果array0到I-1中 所有的数都不比arrayI小 那么就令DPI等于1即可 说明在必须以arrayI结尾的情况下 最大递增子序列都只包含arrayI而已 给定两个字符串 词证1和词证2 返回两个字符串的最长公共子序列 例如词证1等于1A2C3D4B56 词证2等于B1D23CA45B6A 123456或者12C4B6都是最长公共子序列 返回哪一个都可以 那本题呢是非常经典的动态规划问题 先来介绍求解动态规划表的过程 那么如果词证1的长度为M 词证2的长度为N呢 那么就生成大小为M乘N的矩阵DP 杭数为M列数为N DPIG的含义是词证10到I 与词证20到G的最长公共子序列长度 那么计算过程中呢 从左到右再从上到下计算 矩阵DP每个位置上的值 那么矩阵DP第一列 也就是DPI0它的含义是 词证10到I与词证20的最长公共子序列长度 那么词证20只有一个字符嘛 所以DPI0的最大值上就是1 如果词证1I等于词证20 那么DPI0当然就等于1 一旦DPI0被设置为1 那么它下面的位置呢 DP值自然也都是1 这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矩阵DP第一行 也就是DP0G 与步骤1其实是同理的 如果死均10等于死均2G 则令DP0G等于1 一旦DP0G被设置为1 那么它右边的位置呢 DP值自然也都是1 那么对于除了第一行和第一列的其他位置来说 假设这个位置为IJ 那么DPIJ的值呢 是可能来自以下三种情况 1DPIJ的值可能是DPI-1J的值 那么DPI-1J的值呢 代表死均10到I-1 与死均20到G的最长公共子序列长度 比如死均1A1BC2 和死均2AB34C 那么死均10到3呢 是A1BC嘛 与死均20到4 AB34C的最长公共子序列呢 其实就是ABC 也就是DP34的值为3 那么死均10到4 也就是A1BC2 与死均20到4 也就是AB34C的最长公共子序列呢 也是ABC 所以这个时候 DP44的值也为3 那么情况2呢 就是同理可值 DPIJ的值呢 也可能等于DPIJ-1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情况3 如果死均1I等于死均2J 那么DPIJ的值 还可能等于DPI-1J-1的值加1 比如死均1等于ABCD 死均2也等于ABCD 那么死均10到2呢 就是ABC 死均20到2也是ABC 那么他们的最长公共子序列呢 自然是ABC嘛 也就是DP22的值为3 但是因为死均1和死均2的 最后一个字符都是D 所以死均10到3 与死均20到3的最长公共子序列呢 其实就是ABCD 它等于DP22的值加1 那么我们在三种可能的值中 选择最大的那个值 作为DPIJ的值即可 一个背包有一定的承重W 并且有N件物品 每件物品都有自己的 价值记录在数组V中 也都有自己的重量 记录在数组W中 每件物品只能选择 要装入背包还是不装入背包 要求在不超过背包承重的前提下 选择物品总价值最大的方案 我们假设物品编号 从1到N 那么我们一件一件物品考虑是否加入背包 假设DPXY表示前X件物品达到重量Y的时候的最大价值 我们每举一下DX件物品的情况 如果我们选择了DX件物品 则前X-1件物品得到的重量只能是Y减去X当前物品的重量 如果不选X件物品 那么前X-1件物品重量就可以达到Y 那么无论哪种情况 我们都需要去求解X1-1件物品的情况 所以我们有DPXY可能等于DPX-1Y 也就是不选择DX件物品的情况 它也可能等于DPX-1Y-去W的承重 再加上W本身的价值 也就是决定拿X件物品的情况 那么拿了 当然要包含X的重量 同时也能够得到它的价值 那么两种可能的选择中 我们选择价值最大的那个 作为当前DPXY的值 那么 行数就是我们整体的物品数N 那么列数就是我们的总重量 整个背包的承重 W我们从左到右 再从上到下计算出DP矩阵中 所有位置的值即可 给定两个字符串 Streme-1和Streme-2 再给定三个整数 ICDC和RC 分别代表插入 删除和替换一个字符的代价 那么返回将Streme-1 编辑成Streme-2的最小代价 比如Streme-1等于ABC Streme-2等于ADC IC值是5 DC值是3 RC值是2 那么从ABC编辑成ADC 就是把B替换成D 这个代价是最小的 所以返回一个替换代价 也就是R即可 但是如果Streme-1等于ABC Streme-2等于ADC IC等于5 DC等于3 RC如果等于100的话 那么从ABC编辑成ADC 替换就明显 代价太高了 那么做法是先删除B 然后再插入字符D 变成Streme-2 这个代价是最小的 所以返回插入和删除的总代价 也就是8 那本题依然是经典动态规划问题 首先生成大小为M加1 乘以N加1的矩阵DP 那么DPIJ的值代表Streme-1 0到I-1 编辑成Streme-2 0到G-1的最小代价 比如Streme-1等于AB E2CD3 Streme-2等于ABCDF IC等于5 DC等于3 RC等于2 那么DP是一张8乘6的矩阵 那么最终的计算结果 如大家所见 下面就具体说明 这张DP的表的 每个位置的值是如何算出来的 那么首先DP00的值为0 它代表的是Streme-1 空的子串 编辑成Streme-2 空的子串的代价为0 那么第二步是 矩阵DP第一列的值 也就是DPI0的值 它表示Streme-1 0到I-1 编辑成空串的最小代价 那么毫无疑问 把Streme-1 0到I-1 所有字符都删掉的代价 其实就是编辑成空串的代价 所以DPI0 就等于DC乘以I 那么第三种情况 就是DP第一行的值 就是DP0J的值 它代表空串编辑成Streme-2 0到G-1的最小代价 那么毫无疑问 是在空串中 插入Streme-2 0到G-1的所有字符的代价 所以DP0J就是IC乘以G的代价 那么4就是其他位置 也就是除了第一行和第一列的 其他位置的DP值应该怎么算呢 假设位置为IG 那么DPIJ的值 值可能是以下的四种情况 我们先来介绍情况1 Streme-1 0到I-1 可以先编辑成Streme-1 0到I-2 也就是先删除字符Streme-1 I-1 然后由Streme-1 0到I-2 编辑成Streme-2 0到G-1 那么DPI-1G 就表示Streme-1 0到2 编辑成Streme-2 0到G-1的最小代价 那么DPIJ的值呢 就可能等于DC 加上DPI-1G 这种情况 那下面呢 我们介绍情况2 Streme-1 0到I-1 可以先编辑成Streme-2 0到G-2 然后将Streme-2 0到G-2 插入Streme-2 G-1这个字符之后 编辑成Streme-2 0到G-1 那么DPIJ-1 的值就表示Streme-1 0到G-1 编辑成Streme-2 0到G-2 的最小代价 那么DPIG的值呢 当然可能等于DPIJ-1 加上IC的值 然后我们介绍情况3 如果Streme-1 I-1 不等于Streme-2 G-1 那么先把Streme-1 0到I-1 中的Streme-1 0到I-2 的部分 变成Streme-2 0到G-2 的部分 然后把字符Streme-1 I-1 替换成Streme-2 G-1 这样Streme-1 0到I-1 就编辑成Streme-2 0到G-1了 那么DPI-1 G-1的值 就表示Streme-1 0到I-2 编辑成Streme-2 0到G-2 的最小代价 那么DPI-G的值 就可能等于 DPI-1 G-1 加上一个 替换代价 就是RC的值 那么最后 我们介绍情况4 就是如果Streme-1 I-1 等于Streme-2 G-1 那么先把Streme-1 0到I-1 中的 0到I-2 的部分 变成Streme-2 0到G-2 的部分 因为此时 字符Streme-1 I-1 等于Streme-2 G-1 所以Streme-1 0到I-1 就已经变成Streme-2 0到G-1 了 那么DPI-1 G-1 的值 其实就表示 Streme-1 0到I-2 变成Streme-2 0到G-2 的最小代价 那么DPI-G 的值 就可能等于 DPI-1 G-1 的值 而不用加上 任何代价 那么以上 4种的 可能性中 我们当然选择 最小的值 作为DPI-G 的值 因为我们要求 的是最小代价 那么DP 除了第一行 和第一列的 其他位置 按照我们刚才说的 4种情况 进行考虑 每次都选择 最小的值 作为当前的值 整个DP 按照从左到右 再从上到下的 这样一个设取计算 那么最右下角的值 就是我们得到 一个字符串 变到另外一个字符串 整体的最小编辑代价 按照